哈喽粉丝盘的朋友大家好 接下来今天的第二部车要跟大家做分享的呢 是销售非常非常好的现代的车款 这个算是上一代的Elantra MD 那这款的MD在底盘跟更早期的 或者是最新款的AD其实都不太一样 那前面的话一样是麦花城的悬吊系统 那车主的话其实也改装了不少东西了 譬如说后面的加大碟前面的刹车 还有原来的避震器呢其实原来都是改装的 那轮胎的话也用的相当不错 铝圈的话是Sparko的铝圈 轮胎是F1的E5 457 都已经做了基础底盘的话都已经做了一定程度的基础升级 那避震器呢原来也是改装的 那今天要把它态换成KT的 前面的话呢KT的道路板MD的话呢 前面是配置7公斤 后面的话呢是配置了4公斤的弹簧 那这一台车最重要的舒适与佛呢还是在后轮的悬吊 因为前轮的悬吊是一般麦花城的悬吊 在设计上并没有特殊之处 那它1.8的引擎 我们所配置的弹簧公斤数呢最轻可以做到6公斤 那一般版本的话是配置200厂的细公斤 那在固定架的部分还有离载串的部分都是跟原厂的位置一样 直接锁付原厂就可以了 那主尼的调整呢MD的话它的上湿盖还蛮好拆装的 要把这个湿盖稍微掀开之后才有办法拆到避震器上座的三颗螺丝 那这个版本我们是有附强化上座 强化上座这颗轴承呢是日制Coyote的轴承 主尼的调整呢从这个地方做旋转 像这样子顺时针的话它就是变硬 逆时针就是变软 所以从这个地方呢就能够做软硬的调整 那车高的调整呢需要从这里才能够做调整 今天的话车高预计是大概两指幅左右 那里面的用料 KT的主尼友一样是选用是意大利IP的主尼友 然后油风的话是日本OK的油风 这条弹簧这个是道路版的 所以前面是两百长七公斤 那这里的车高最低的话 大概可以降到半指幅左右 甚至是平伦的程度 哈喽家里你好 你的马三有刚装我们家KT避线器 谢谢您的捧场谢谢 希望产品都有让你们有满意哦 那前面的话是道路版本的嘛 所以我们配置两百长七公斤 还有加装了大包 所以整体的车头的气势还有还有测裙 还有后下巴整体的气势的话就比一般的还好看很 原厂还要好看很多 最新款的AD应该也会大风行 因为现在已经把涡轮国产化了 所以价格的话非常非常的合理 那改装的潜力也很大 因为不再是配置CVT的变速箱了 所以Elantra Sport的AD的版本 哇这个应该这几一两年 教授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理想 那这一代的Elantra也是卖得很好啊 它其实很好操控 方向板很轻 然后底盘悬吊系统的话前面很不错 后面的话就拖一臂系统 所以就比较一般般 那后面的话我们来介绍一下后面 后面的话它是逼电器跟弹簧分开的结构 来 我到车底好了 这个是后面的调整机座 在Elantra后面呢 安装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 它里面这里其实原厂有一个缓冲的满头 满头要拆掉之后呢 KT的Hilo Key才有办法套上去 那这一条弹簧我们所打的是4公斤的弹簧 比较早期的话是配置5公斤 但是5公斤的话在Elantra MD的后面 的确有一点比较偏硬了一点点 所以我们后来为了舒适 有把它的弹簧公斤数 把它降低到4公斤 那长度的话也有拉长 那最主要呢是在后面的筒身部分 后面的筒身部分 在这里 我们有做了一个外移式的脚管 为什么要做外移的用意呢 就是让它的作动行程能够拉长 那像这个后面的行程 你看这么长 已经拉长到跟原厂 BGM差不多一样的程度了 有来到120mm 所以它搭配了比较长的弹簧 之后呢 它的公斤数能够降低 所以它的舒适度呢 相对的就会比较来的理想一些 所以这个是后面的拖一臂系统 对弹簧敏感度的话 是非常非常的高 这是后面的 Erentra MD的后面的悬吊系统 那车主又改装了排气管 看我爬出来 好 这个是大包的部分 那侧高预计是大概后面大概一纸多 前面是两纸幅 现在已经安装完毕了 准备要上台 那个本来就送的 所以OK的 这部车的话 我们在 应该也有开过直播做分享 好 这个是Sparkle的鱼圈 它造型有延伸到最外侧 所以整体的造型的话 远看的话 还测高降下来之后 很像是18吋的规格 还有改了高动力 D1的 多核塞卡钱 你要降车哈 好 OK了 MD的它的前面这个试盖呢 比刚刚 早上我们分享的CIVIC8代9代 还要来的好拆装 只要把雨刷的敏感 鱼刷壁拆掉之后呢 这里有几个塑胶扣具 像这里有几个塑胶扣具 拆开之后就能够 往上拉 就能够把这个试盖拆掉 那这个试盖拆掉之后呢 就从这个地方 可以旋转 可以调整阻尼 MD的它的悬吊系统的话 跟下一个世代的AD 最主要的差异 还是在后轮的悬吊系统设计 那下一个世代的AD的话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当它涡轮版的后轮悬吊 就变成是独立悬吊 非涡轮的版本呢 就像类似这样的悬吊 可是它的悬吊系统的话 比较像类似GOLF的系统 像GOLF7代的话呢 它如果1.0 1.2 它的后轮悬吊系统 一样是维持托异地的 那像是GTI GOLF R呢 后轮悬吊系统 就会比较类似 类似Elentra的AD 涡轮版本的 后轮的话就会变成是 独立的悬吊系统 哈喽熊妈吉 熊妈吉是我们 KT的中驱的经销商 如果有需要试程呢 或者是安装的话 也可以跟我们的熊妈吉联络 这台已经安装好了 我们现在在上台了 如果车友呢 有需要试程 或者是有任何问题呢 可以跟我们KT的 私讯小编 我们小编的话 会为大家做安排 然后有问题的话 很欢迎大家跟我们联络 今天的安装呢 差不多告一段落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拜拜